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一幕 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的表示 这么多车 团货要么涨价要么跌价 又把我调侃说 两个咕噜都没有研究明白 现在都开始卖四个咕噜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有什么建议或看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 别忘了点下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